1991年5月24日 在美国纽约 张学良过了自己的90岁生日 在被囚禁了50多年之后 能够自由自在地过上一个生日 老人很是高兴 而这一天 一位故人的到访 更是让这位当年的东北少帅 兴奋不已 咱们和美国是正式建交的 台湾是整个 他都有个办事处在那 所以他看我爸坐那个车 是驻美国大使 还是总领事 就是001号 China的001号 那个林肯车 他说你看见林肯多气派 就像国民党这边 小里小气的 滋滋舞舞的 张良说话挺幽默的 这个坐着气排的轿车 来会见张学良的故人 名叫吕正操 两人上次见面时 还是半个世纪前 当时的吕正操 是张学良的副官 而此刻他是前来会见张学良的中共代表 一见面这两个人 说他们从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 是多少年多少天 多少月多少天都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两个人的话呢 就是张学良 就点着我爸的名字 让他的亲戚到大陆上找吕正操 所以他对我爸的话呢 对我爸的话呢 他不是个人关系 就对我爸抗日的话呢 这个工作 他是非常认可的 彼此相隔了五十四年 五个月零四天之后 再次相逢 而两位老人 竟然还能把一切都记忆得如此清晰 这让吕同宇很是惊讶 也许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次道别 给两位老人留下的印象 太深刻了吧 最后张学良走的时候 他就是跟张学良说了一句话 说你要三天不回来 我呢 马上回去的话呢 就抓我的队伍准备抗战 这样的话呢 他就说完了 张学良没回来 他坐飞机从西安到这个河北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不顾多方反对 执意跟随蒋介石前往南京 在临行前一天的晚上 吕正操说出了那句肺腑之言 西安一别之后 张学良就被蒋介石关了起来 一关就是半个多世纪 而吕正操言出必行 在两人分手后的第三天 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双事以后的话呢 张学良不是要跟蒋介石回南京吗 然后呢 因为我爸知道 我爸知道这个东北军 没了张学良以后 内部会很难控制 所以我爸自己抗日 他早有打算 他因为你想想看嘛 918事变是1931年吧 774变是1937年吧 中间差几年了 六年 整个这段时间 我爸说 我爸跟我妹妹说 跟我小妹妹说 说他一直在考虑 日本人要打进来的时候 怎么能组织和抗日 在西安事变之后的几天里 有报纸报道 吕正操曾表现得非常激动与活跃 几十年后 小女儿提及此事 父亲吕正操笑着说 哪有此事 后来我妹妹问我父亲 我父亲说 我什么很激动 我从来没激动过 双十二的话 到抓蒋介石 到张学良跟他走 就差几天 东北军内部等于没头了 所以张学良走的话 以后的话 再留到那本身的话 他没法做工作了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之后 吕正操悄悄地回到了部队 虽然局势复杂动荡 但由于事前有所准备 他成功地带领自己的部队 脱离了清蒋的五十三军 1937年 吕正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在冀中平原 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此时他已经没有时间 再多去考虑 与他情深义重的少帅 因为他心里 只有一件事 抗日 冀中的话呢 这个任命鬼子一进来以后 马上几个漂亮仗 就把和其中国老百姓 调动起来了 所以我爸这件事 他不是个偶然的 他除了他自己的战术准备以外 他还吸取共产党 去做他的骨盖 这样他的队伍 就比东北军的 其他部队战斗力强多了 所以开始几仗 都是牺牲的连排长 全都是共产党员 这样我爸就这么说 我爸对七七事变的抗日 是有准备的 而且没吃过亏 他因为有准备 他就没吃亏 为了瓦解 集中军民的反抗意志 日军队抗日 根据第一次是 烧光 杀光 抢光的三光政策 而日本陆军侵华总司令 刚村宁次 正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 我父亲在这个叫是集中 做集中抗日根据地司令员的时候 最主要的话 那个战斗是五一反扫荡 就是四二年那次 港村宁次的话 是直接指挥的话 这个五一反扫荡的 1985年 已经82岁的吕正操 在北戴河疗养 陪在父亲身边的大儿子吕童鱼 出于对父亲复迪的好奇 买了一本 港村宁次回忆路 我爸在那儿休养 那他年纪比较大了 后来是 完以后那个 是魏秘书 替我买的这本书 因为秘书买了以后 肯定他要跟我爸打个招呼 我爸说是谁买这本书 后来秘书说是我买的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说港村宁次是我的手下败将 1942月初 随着莫斯科保卫战的结束 德国陷入了对苏作战的泥潭 而此时的日军 却刚刚成功偷袭了征途港 并在南海冰阳 与盟军的交锋中节节胜利 气焰嚣张的日军 此刻也许在明显不通 为何在中国的冀中平原上 他们却要屡屡受挫 因为这珍珠港市面以后 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 所以和他要急于抽身 他然后集中了五万兵力 那个飞机啊 和那现代化武器 比咱们强了多 去和那想剿灭和呢 这个集中抗人根据地 然后呢打断的话呢 这个八路军的话呢供给 但是的话呢 这个和那整个的结果的话呢 他损失了好多人 那当然咱们也损失了一些 但是的话呢 他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 那个最后的话呢 这个突围的时候 还消灭了好多日本鬼子 这样的话港村宁次的话呢 这件做的所有事里头 这件事它是最不成功的事 这件事就行了 这个事情就行